苏东坡传 作者林宇棠 苏东坡传 作者林宇棠 苏东坡传 作者林宇棠 苏东坡传 第九集 苏家的船进入乌下之时 神鸟开始随船而飞 其实这种乌鸦也和其他聪明的鸟类一样 因为在神女祠上下树里之内 这些乌鸦发现有船来就会一路地追随 从船上乘客那里捉取食物 乘客往往与乌鸦为戏 他们把丙佑扔到半空之中 兴高采烈地看着神鸭自天空俯冲下来 将食物由空中掀起百无一事 这一带地方自然无人居住 也不适合人类居住 三苏行经冬如滩的时候 波涛汹涌 船身被打击抛制 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 在漩涡之中一样 在他们以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地方的时候 谁知又来到了怒吼滩 这里更为惊险 怪石如妖魔 严暗罗列 有的还植乳江心 后来又到了一个地方 叫人渣瓮 意思是好多旅客都在此丧命 这里就如同一罐子死鱼一样 这是一块特别巨大的圆形的石头 深入江中 占了水道的五分之四的宽度 逼得船只只经过此处的时候 必去急转直下 凡是旅客过了人渣瓮 都觉得那个老船夫 真不吃自己生生父母 再造爹娘一般 出了乌暇 他们不久就到了紫规 紫规开始见到 沿岸高高低低散布的茅屋 楼舍了 此处是一个极小的乡辰 居民不过三四百家 坐落在整个山坡上 居民极为的贫固 可是想到这一代 这令人振奋精神的风光之美 觉得在这个半文明的穷乡僻壤 居然出了两个大诗人 一个著名的皇后 还有一个是历史上著名的女人 也并非无缘无辜 大概就是奇山遇水 钟灵遇秀的缘故吧 一般居住在山地的人 在风俗上总是把东西放在桶里或框里 背在背上 而且 大部分是由妇女背着 这很容易使人肌肉疲劳 但是却永远对她们的身段有益 处在这里 魏家的姑娘总是把头发分开 高高梳成两个扁缘的记 以别于已婚的夫人 在记的上面 插着六根银针 横露在两侧 另外还拢上一个大象牙的梳子 有手掌那么大 在头的后头 苏家现在 踩过了乌霞和渠塘霞 最要命的一个 还在下面 大约三十年之前 有一次山崩 尖锐的岩石滚过江心 使得船只无法通过 江面的交通在这里就断了 大约二十年 后来才勉强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这个地方因此被叫做新潭 在此处 风雪甚大 苏家再次停留了三天 苏东坡曾有诗记此事 缩井夜眠 如冬归 雪来唯有 克险之 江边小起 好无际 树梢风多 寒耿吹 青山有似 少年子 一溪便进 苍浪瓷 防止阳气 再流水 沙上银齿 将无死 随风颠倒 不分择 下满坑谷 高凌威 江空也过 落不见 入户淡绝 轻死死 沾肠细砍 巧克楼 岂有依依 天功为 豁然一挥 便久也 须此全柄 谁之耻 山夫之剑 鸭桥胆 岂之待久 飘歌儿 动吟书生 比喻辙 夜之贫女 寒无为 高人主机 踏冷烈 飘浮金茂 针线姿 野僧着陆 出门去 寒夜满鼻 清淋漓 周中行客 何所爱 愿得烈计 当风批 草中羞羞 有寒土 孤损下机 千夫池 敲兵主路 最为乐 我虽不饮 强倒之 楚人自古 好一烈 谁能望者 我欲随 纷云旋转 从满面 马上操皮 为腹之 长江在此处 有如此自然的危险 本地人 却因此落了一个 有利可图 他们打捞沉船 转卖木板 以修理别的船 以此为业 他们也像一般 名圣古迹城镇的 居民一样 观光客 往往因故 不得不在本地 停留数日 他们就可以和观光客 交易 而又生一个错 此地 江水湍急 船上的货物 往往需要卸下 而乘客 也宁愿在岸上 走一走 使身体舒服一下 从紫龟再往下走 已然可以在 遥远的地平线上 往前 大牛的背部 松立在较近的山林顶端 他们现在要进入的地区 是以庞大的黄牛山 为主要景物的 这里的岩石 甚为奇怪 在山林的侧影时刻 在遥远的天空时看来 黄牛山这头巨牛 似乎是由一个 穿戴斗笠的木桶牵着 本地有个俗语 描写这头黄牛 蛮横的面貌 朝发黄牛 暮素黄牛 三朝三暮 黄牛如故 本地的女人 脸皮细嫩 白净 头上包着 小黑圆点的头巾 风光之美 可以与乌侠抗衡 有些乘客来看 甚至会超越乌侠之上 那种风景 正是在中国山水画上 常可见到的 形状令人难以置信的巨石 触离天际 望之如上帝设计的巨型屏风 又有如成群的石头巨人 或俯首而立 或跪拜于地上 向上苍起高 河边的岩石上 层层排列成真 似乎是设计出来 欲以大自然之壮美 故向人炫耀的 此处 有一个巨大的断崖 表面平坦 树立如同巨简 尖端正刺入江岸 在沿江下行不远 危险的航程 即将结束之前 来到了蛤蟆培 蛤蟆培 是一个巨大的 扁圆形的石头 酷似一个青蛙头 口中有水滴入河中 其形状 极似水晶的屏风 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 呈苔绿色 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 青蛙尾处 为一个石洞 其中发出清脆的水声 有些腹筋赶口的橘子 往往在蛙嘴边接水 带到精中淹没 供文章之用 过了蛤蟆培不远 大自然一阵子的 天威怒气 就算是消失殆尽了 岩石江水的 洋洋大关 也收了场 从宜昌以下 风光一变 而为平静安详 夕阳照着一带 低平的麦田 与吹烟处处的茅舍 提醒旅客们 已再度回到了 人类可以安居的世界 一般的习俗是 旅客到此 因为逃过灾难 转危为安 都相互庆祝 旅客以美酒猪肉 靠浪传夫 人人快乐 人人感恩 回顾过去 都以为刚刚 做了一个荒唐梦一样 到了江陵 苏家 契船登陆 乘车契汉 奔向京都 江上航行完毕之日 兄弟二人 已然做了诗歌白首 这些诗另极印名 名之为难行极 但是苏东坡最好的几首诗 是在陆地的行程中写的 那几首诗是特别注重音律 情调气氛之美 节奏极好 形式多变化 在襄阳 他写了几首歌 如船夫银 也应来 是为追忆 刘婊而作 上赌银 则是为了追忆孟涛 因手下二将不才 丢失沃土的经过 其诗为 台上有客 银秋风 悲风消散 飘入宫 台边有女 来且听 欲学生同 亦不同 军杯静和时 千里金城 两至子 白马为赛 凤为官 山川无人 空且闲 我背义何苦 江水东更冷 边于冷南部 悠悠江上 听歌人 不知我净 涂悲心 苏家 在二月抵达京城 他们买了一栋房子 富有花园 大约有半亩大 靠近遗秋门 远离凡乱的街道 绕房 有高大的老槐树 和柳树 质朴无华的气氛 颇适于 诗人雅士居住 一切安顿之后 父子三人 便恭候朝廷人民 当然 那是一项 虚实甚久的工作 兄弟二人 又经过了两次考试 一次是考京都部武 另一次 则更为重要 名为智责 要坦白批评朝政 人宗求贤若可 赤令举行此种考试 以激励公众舆论的风期 所有读书人 经过大臣推荐 并呈颂专门的 著述之所长 都可以参加 苏氏兄弟 经大臣欧阳修的推荐 都申请 二孟通过 苏东坡 蒙朝廷赐予的等级 在宋朝 只有另一人获得 他 又呈上了 二十五篇册了文章 其中 有些篇章 已经为后世学校中 必读的散文 后来 皇上说 在今天 我已经给我的后代 学了两个宰相了 晚幸的是 苏巡被任命为教书郎 未经考试 这正合他的本意 后来 又授以新职 为本朝皇帝写传记 这 本来就是作家的事情 他自然乐于接受 但是 后来出现了问题 那就是 那些皇帝 都是当今天子的仙人 他们的传记 需要忠实写到什么程度呢 苏巡决定 采取史家的严格写法 史家不应当闻过是非 即便为自己的仙人力转 亦当如此 于是 有了争论 在今日 苏巡的文集里 尚有下列的文句 寻文尘聊上言 以为祖宗所行 不能无过差 不经之事 欲尽山去 无时存路 钻集故事 非曰 置为典礼 而是后世 尊而行之也 然则 寻等所编者 是史书之类也 于是而即之 不则善恶 想其曲者 而是后世 得之善恶自助者 是始之敌也 若福存其善者 而去其不善 则是至作之事 并非执之所及也 颁故作汉之 凡汉之事 惜载而无所择也 欲如之 则先使之小有过差者 不足害其大名 而可以使后日 无以致 苏氏父子的文明日生 他们与当代明家相交 诗文为人所爱慕 一家皆以文坛奇才 而知名于诗 兄弟刚二十有余 年少有的时候 也会成为天才的障碍 苏东坡这个时候 轻松快乐 亦使滑流长鸣 奋提簇地 又随风飞驰 征服四野 跋荒之事 但是弟弟 则沉默寡言 父亲则深沉默测 对人对事 一概不通融假计 因此 楚氏 则落落寡河 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居 随时乐意 不得奋雷奔驰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骆驼演播的苏东坡传 卷二 壮年 宋仁宗嘉有七年 至神宗原封二年 第六章 神 鬼 人 纵然苏东坡才华异议 在使徒上 他仍旧是由低级而上升的 在仁宗嘉有六年 朝廷任命他为大理平氏 前书奉降府判官 有权连署奏折公文 在唐朝 因行地方分权之志 形成藩阵歌剧 国家颇蒙其海 最后酿成叛乱 谢国家于威王 而藩阵大员 皆为皇亲国戚 朝廷的诸王 宋代 立脚齐臂 采用中央集权制 武力还助于国都四周 并创立新制 对各省长官 言语考核节制 其任期通常为三年 因此时常轮调 美省设有副长官 连署公文奏议 即为此新制之中的一部分 苏紫游也被认为 商周军事通关 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 兄弟二人 必须有一人 与父亲同住京师 因为无论如何 总不可使官居的老父亲 一人过活 于是 紫游辞谢外之不救 紫游为兄嫂 夫人送行 直到离开开封 四十里外的郑州 兄弟二人 为平生第一次分手 紫游随后返京 在此之后三年 东坡在外 紫游一直携同妻子 侍奉老父 东坡在郑州西门外 望着弟弟 在雪地上骑兽马而返 头在滴县的古道上 时隐时现 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 才启程前进 他记弟弟的第一首诗 是这样写的 不饮胡为罪无 此心已罪归安法 归人游自念庭为 今我何以为寂寞 登高回首 泼拢阁 为见乌帽 出覆没 苦寒念耳 依求婆 独骑兽马 踏残月 路人行歌 居然乐 同不怪我 苦淒测 一知人生 要有别 但恐岁月 去飘忽 寒灯相对 济愁息 夜雨何时 听萧瑟 君知此意 不可忘 甚物苦爱 高官职 风雨对床之思 在唐人祭地 时中有之 此种想法 成了兄弟二人之间 团聚之乐的愿望 也是辞官归隐后的 理想生活 后来 有此兄弟二人 又在官场相遇 彼此提醒 在诗中曾有 风雨对床之乐 由京都到凤翔的寒剑 要走十天才到 兄弟二人每月 经常 互记诗一首 有那些诗寒之中 我们可以发现 初灯幻图的时候 苏东坡 是多么的心神不安 兄弟二人 经常相互唱和 在唱和之时 要用到 同运 同字 所以也是磨练写诗技巧的 很好的考验 在中国过去 此种写诗方法 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 在这类诗歌之中 也可以找到 令人惊奇的 新鲜的思想 用固定运缴的字 各行 要有自然的层次 这 就犹如在玩 纵横字迷一样 运用的轻松 自然的时候 其困难 正足以增加乐趣 再给弟弟 写的最早的赫诗之中 东坡 已经显示出了 他的完美的诗才 他按照规定 用泥和西两字 做运缴 写出了下列诗句 人生到处 知何似 英似飞红 踏雪泥 泥上偶然 留纸找 红飞哪腹 寄东西 这首七言绝句 成了东坡诗的家作 此处飞红一词 是人心灵的象征 而实际上 本书中提到的 苏东坡行动的故事 也只是一个伟大 心灵偶然流行的足迹 真正的苏东坡 只是一个心灵 如同一只虚幻的鸟 这只鸟 也许直到今天 还依然游梦于 太空 星斗之间 听众朋友们 本集苏东坡传 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